今天来做一个低碳水的法式乳烙月饼 它的味道有点像黄油曲奇 包裹着巴斯克蛋糕 冷藏之后比较好吃 月饼皮的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把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之后 分成30克一个 放在一边备用即可 其实这个配料也就是低碳水黄油饼干的配料 接下来做乳烙馅 会稍微有一点麻烦 前半部分非常简单 就是把所有的材料用料理棒打均匀 其实这就是巴斯克蛋糕的配料 第二步就是把芝士糊倒入不粘锅里面 小火炒成团 炒到最后不太粘 而且成品大概是21-230克左右就炒好了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一下 分成30克一个 再放到冰箱冷冻半个小时左右 变硬不容易变形就可以开始包馅了 如果馅太软的话 包的时候不好包 皮非常容易裂 但是只要冻的稍微硬一点 开始包的话 这个皮的延展性非常好 不会有任何裂缝 之后放入这种满分的烤盘里面压平一点 然后再印个花 放入烤箱180度烤25分钟即可 烤好之后非常软 不要冻 让它完全冷却之后 再放入冰箱冷藏 口感会更好 关注好好吃瘦 好好吃健康瘦